腔腔三人行 今天咱们到地下去看一眼 我们导演给我们看一张照片 我曾经凝视这张照片 想着曹操难道真的就埋在里头吗 曹操木 高龄现在就说是考古学家认定 就说这个基本上就是了 有争议 到现在学术界没有共思 但是曹操生前提倡博葬 他们就说你看这个木 看上去确实不是很豪华 但是也有人说 当年老曹 我们都叫他老曹 当年曹操本人提倡博葬 就像毛主席的老人家本人还提倡火葬 对吧 但是说在当时那种社会情况下 他要真死了呢 后人不会按照他说的那么办 对吧 还得见曹主席纪念堂什么呢 对吧 就是说 魏武王纪念堂 所以这就叫有争议 有争议 但是呢 我注意到啊 这个里边啊 这可以拍张绪谋可以拍电影 真的 怎么了 就是你看这个一个事情哈 中国现在展现中国社会各路神仙 哗哗 你知道哗哗 八十二代孙又来了 说我是曹操的那一支 这个国家呀 检查一下我的那个DNA 就知道跟那里边的那个人骨头 那是不是我祖宗 不是 但是人家现在说话 以前是我祖父 不是不是 我高祖还是什么 我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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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还得花很大的力量去考证他 是不是 对 怎么考证呢 就把那个石头跟他的天 再对一对 没错 而且还说了 说我们家呀 是当年啊 那个曹操的儿子曹植那一支 说为什么没在曹操他们家老家呢 说啊 后来我们家搬家了 搬到豫章郡 我说这人说话都是什么地名 豫章郡 感情就是江西南昌 我们这支 这各路出来认孙子的真多 我说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从这件事情啊 你可以观察中国的学术界 原来我才发现你们学术界啊 也是分这个圈内圈中圈外 整体上老百姓不知道的时候 感觉整天瞎忽悠的 也不叫瞎忽悠吧 整天忽悠的 专家很多嘛 都叫学者 什么文化学者 这学者 那学者 对吧 但是现在我发现学者里有分类 比如说人家中科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老权威 或者是原来考古所的什么所长啊 出来就说了 说关于这个曹操木的这个真假的一些论说啊 你们还是要在学科的范围以内说话 就不要说那种的 那他那个言外之意 就是说的竟是个外行话 比方说 有人提出来 这个人呢 你要说他是学者 他也是学者 他写过中国刀墓史 对吧 也挺有名 夸人就发疑问 对吧 难道不能怀疑吗 当然可以怀疑 说这个没有穆志明啊 对吧 没有穆志明啊 后来人这老头就说了 说那意思啊 就说我们搞考古的这个常识问题 就说这个穆志明是东汉以后 东汉的时候还不会把穆志明放在坟里头 要到魏晋南北朝 才里头还有穆志明 所以他那意思啊 说您这学者啊 您是一个盗墓史的学者 或者是写文学 写写什么小说的 就是说你这个都出来说 说的个乌鸦瘴气 但是我注意到一条经济学家都出来算账了 你想想 曹川慕这新闻发布会才开了 他一两天 他就算出来了 说这个穿啊 要是搞开发呀 4.2个亿啊 能带来4.2个亿的旅游业的利益 估计还不止 你看我们都会想去嘛 你以后到这个地方 比方经过这个地方 或者不太远 或者开会 或者开各种各样的会 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去曹川慕看看 没错 曹操在上海还一孙子呢 现在也是老头 一中天 长驱开车呀 说我祖宗挖出来了 我得去看看 都都都去看 一中天肯定被聘为主管 注目作家 注目作家 常年在那里演说 不过你刚才说到这个学者的问题啊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常常比如说 比如说我接受采访啊 或什么 常常发现那些稿子出来 人家就叫我学者啊 或者学活动 我很抗拒这个叫法 我常常要每次到澄清 我绝对不是学者 我就是做传媒的嘛 怎么会是学者 他们说 哎呀您学问怎么样 我说不是这样 学者是一种很专业 就是说我在学校 或者一个学术机构 哪怕你就是民间学校 我要学有专精 在做某个事情 但是今天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你从我被人瞎叫 你就可以推想出去 有多少人被人瞎叫 就是满街 学姐满街跑 就一个楼塌下来 大概砸死三四个学者 这学者这个头衔啊 现在变成一种尊称 就等于我们叫老师一样了 快 就比如说叫这个老师 那个老师 他真是老师吗 他不是老师 这些学者也是这样 就整个中国的称谓 然后对身份的概念 都一塌糊涂 然后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的确中国 在大学教书的学者也很多 但首先这个大学 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然后你干哪一行 哪个专业 大家也都认的 比如说你某个大学的某个系 那叫做最牛的 然后那个大学的什么系 又比较次一点 或怎么样 也都有一些等级的 但是这个东西 现在也弄得很混乱 所以你比如说 你随便跑出来一个人 然后上去又说 自己是专家 是很容易 今天中国是个很混乱 彼此忽悠的年代 不过这件事情呢 又是很特别 这件事情真是搞得 尤其网络的一参与 变成了一个学术的迅速的大众化 就搞得有点 真的是有点倒降 一般来说呢 学界呢 其实还是有些共识的 比方说我 你跨科我就不知道了 你现在叫我讲古典的 讲语言的不知道 但是你至少 现当代文学 文学批评 那我呢 我大概能知道 中国有多少人 哪些人是比较靠谱的 哪些人呢 是很努力 但是成绩一般的 那么这个中间呢 会有一种最基本的争论 就是学派之争 就有几个大权威 他们各自下面 有自己的学生 他们对于某些问题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比方说现代文学学 叫王瑶是一派 那个唐涛是一派 那钱古荣是一派 那这种大家都清清楚楚 可以知道 那么接下去 现在陷入了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 比方说前些年 比如说历史学派 郭沫若 郭沫若毛主席一支持 他有很多论 但他就待遇政治的力量 那么这种时候 有很多人就是 你争不过郭沫若 因为他有权 他在这个权威的地位上 当然人家私下不同意 你郭沫若嫌 李白杜甫 大家就嘲笑他 现在更混乱的是 除了一个政治以外 一个商业 这个商业东西参与 那就忽悠 其实在我们 我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怎么样 在我们这里 谁如果是拿了钱去评作品 最后吹得很厉害 看得出来的 对 所以很多东西写稿子 这个人突然 怎么突然写出 这么来评论这样的呢 一定背后拿了什么好处 还有一个因素 现在是很难判断的 就是跟这次一样 就是考古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研究了多少年 大家已经形成了定论的东西 你一旦地下挖出一个实在的东西 它就能推翻你的东西 对 比方老子这个东西一出来 对 对不对 现在学界的定论是老子在孔子之后了 对 那我们的观念都是老子在前孔子之后 对啊 现在学界基本上根据 对 根据新发学出来的材料 那不是说孔子还找老子去请教吗 那你可以各种各样的叙述 我们现在读的孔子 基本上是汉代的孔子 对 读的老子大部分也还是汉代的老子 你要看看顾吉刚他们遗骨派 就知道先秦的东西都是被重新制造 实际上现在老子改成小子了 是吧 比孔子还小 但是遗骨 但不代表这个中间没有争论 关于老子的使命派 也被推翻 也被推翻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带出地上的这个东西呢 是对于学派之争 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挑战 我跟你讲啊 但你现在这个地上的东西就正论了 而且现在啊 这个中国也很有意思 网络在中国 对 语论环境里 所占到的这个地位啊 这个无出其右了 这个有点怪 因为据我对这个欧美社会 一些浅薄的了解 网络人家也很发达 可是似乎这个网上面 大家随便聊的这些事啊 很难作为这个一个社会上的主流政见 对吧 但在中国你会发现 网络确实是非常主流的 他会这个 这个压过一切的声音 甚至于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事啊 我就听了两种争论 是吧 一种就是说啊 说中国社会现在 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是你聊的事你就聊 不是你聊的事你聊什么 对 就是说外行和内行的问题 比如说又有人举出 当年所谓这个圆明园 那个水龙头 把那个那个那个龙头 弄的就是说 大家被忽悠 对 那么多网上的人 你纯粹是外行 你根本就不懂 对吧 他有什么价值 他怎么回事情 跟着一帮 也许后面有别有用心的操作手 对吧 让大家制造出一个什么东西 啊 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像这种考古 非常专业的事情 对吧 你你你先说什么 各个人都觉得自个是是是大事 是内行吗 这是一种意见 但是另一种意见 在网络上出现 用他们响亮的声音说 人民有没有质疑的权利 我觉得也质地有声啊 人民有没有质疑的权利 是这样 是这样 我觉得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 为什么网络的力量那么大 这其实以前我也写过一个 就是说 中国跟别的国家不同 在中国我们看09年啊 所有的大新闻啊 里头起码有一半的新闻 是首先从网上出来的 嗯 这说明什么 这恰恰说明我们这些传统主流传媒 没有到没有地位 失职嘛 没有力量 失职嘛 就是老百姓不信报纸 不信电视 他 嗯 老百姓觉得这些东西呢 都不管用 不能够表达民意 不能够表达真相 所以他信网 所以今天网络的地位 要比传统传媒高 在主导我们 传统传媒 我当年就是报过新闻的嘛 结果观众确实就是说 我报新闻不可信 对嘛 就这个意思嘛 不可信 咱们接下来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 我是主持人 我接触过的各界 这个专家学者 不吃几百人 也上千人那么多 我有一个感觉 你比如说 一般来说 别处要是请我去讲课 去干什么 这个我都不去 什么除了是公司 硬性安排的这个之外 包括这个 甚至媒体采访我 我都不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人必有所本吧 安身立命的所本 那么我的本呢 我以打工仔为本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打工仔 除了做这个节目之外 其他的 你知道吗 对于其工作之外的事情 我不是说我清高啊 而是我觉得我不配啊 对啊 也许有钱把我看得挺高 您是什么公众人物 但是对不起 我从来没承认过啊 那么我事实上 我觉得我是不配的 你明白吗 有些人不相信 我是真的这么想 我觉得 接受那么一个 权威媒体的采访 去谈一个社会问题 或者说 站到大学的讲坛上 我要跟人家讲点什么 我真的是觉得我不配 我这是个电视工作者嘛 我什么 读的书 受的教育 专业学养 我是不配的吧 对吧 我确实这么想 可是啊 我见过很多学者专家 请教他们 那么三人行 必有我事 大多数都有可以让我得意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 有时候感觉啊 我说我不配 我没读过几本书 可是怎么我听着您 说的那个话 还没超过我读的书呢 也就是 就是说我这些问题 实际上都比你了解的清楚 怎么你就敢呢 因此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说起来有点这个愤世极俗 就有个成语啊 说这个社会啊 是什么时候叫 黄中悔气 瓦否雷鸣 什么意思呢 黄中啊 就是那种正宗的 黄虹做的真的大中 那种应该发出钟声的东西 被边缘化 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被悔气了嘛 整天在占据了人们的视听的 是什么呢 瓦否 瓦否就是瓦盆啊 瓦锅啊 这个否啊 是一个是做锅的那个否 还有一个写法呢 就是那个张艺谋 奥运会上用的那个否 瓦否 我说这社会还真是 瓦否做雷鸣啊 就是 你就瓦盆 整天在那儿喧嚣 你常常觉得是这么一种 会有 舆论界会有这么一样的 一种现象 所以你刚才说到 那个问题啊 就是跟这个事有关 你刚才说到就是说 老百姓你不懂 你瞎闹什么 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么看 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跟机会 就是不能够去质疑跟否定 老百姓当然有怀疑学者专家的 这个必要 我正觉得这是必要的 对 这绝对是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在很多社会 很多国家里面 学术或者知识啊 它会构成一个权威系统 这个权威系统是你可以怀疑它 但你怀疑它你要有根据 那么而大部分人呢 都不怀疑 比如说今天 出了美国出了个什么事 然后来了一个哈佛的教授 耶努教授说了一番话 那大家就在说 他都这么说了 我不信他 看不懂他说的话 但我看得懂什么叫哈佛 对不对 认这个东西 那今天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今天中国的这整个学术机构 知识系统的权威啊 不断的在崩溃 沦丧 因为我们老听到什么 大学教授造假啊 学术论文抄袭啊 一大堆这种东西 然后他们说话又很混乱 一重重的黑幕揭发出来 所以到了今天呢 你没办法相信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最好的重点 大学一个教授 你说哎 是这样吗 我哪知道你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中国处于 今天中国不是有信任危机吗 这个信任危机 已经扩及到整个知识系统 学术系统了 甚至是我跟你说 像你说的权威媒体的系统 你说权威媒体被网络压过去了 它不但被压过去了 而它还尾随了 这一尾随啊 权威媒体很多时候应该持守的底线 就也没有了 最近公布了吗 2010年公布2009十大假新闻 我跟你们说两条 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 逼出跟踪潜艇 女老大包养十六男 最新的是翁凡怀孕了 三个月全国人民奔走相告 编出来的 假新闻嘛 但这些假新闻都在这些 就报纸广播电视上也登啊 那你说 这好像都在批评我和我们吧 因为我总算在大学里吧 我现在还身为系组任吧 我们整天的学术评审 从内部看的 真的是没办法 比方的 我朋友那个陈平原 北大中文系组任 我们私下都要在讲 你一个大学里几十个教授 像北大中文系 很简单了吧 四十多个教授 四十多个副教授 每年有两三个 从副教授能升到教授等等 教授里边还要评级 这个里边有很多 学术内部的运作 有基本的功力 但是也有很多 无可奈何的事实 就是有些人 你明明学术上 你看不起他 可是他不知怎么样 他也三号 他也在这个圈子里了 那你也没有办法 有些人还变大师了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 学术里的人 大家可以看不起他 但是你对外 统一还是这个牌子 你是什么大学的教授 你还是在 那难怪社会上就不信 究其原因呢 陈丹青他们讲了很多了 一是政治化 二是商业化 就是这两者干涉学术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又是雪上加霜 你知道中国现在存在的 一个论文的市场 对 这个论文的市场的交易额 是十亿 为什么 因为中国今天呢 能发表论文的杂志呢 一年能发表两百多万篇 但是有一千万人需要发表论文 你明白吧 那是于是呢 有三种道路 第一种 你花钱去出版你的论文 本来应该拿稿费的吧 我贴钱 第二种 我买论文 有些 你知道咱们那个学生穷啊 写得好论文 没有钱啊 写出来就卖了 那某某人 他就买他的论文 你知道尤其是那些 买了以后再花钱去发表 最后他学术成果有了 第三 还有非法的学术杂志 很多 印的字特别小 一下子很多论文 没有正式出版号的 你想这个叫一个一年 十亿的这个非法的论文市场 你说这对学术界的名誉 中国会不会有真的写的好的 也能弄个诺贝尔奖 这个你弄个诺贝尔奖 不知道 但是你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自费出版有好货 昆南当初的地的门 就是自费出版的 所以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你也不能说他花钱的 就一定是垃圾 所以这个问题在 这确定乱了标准了 现在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给你讲俩段子 曹操墓被发现 墓中有两个头盖骨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考古学家介绍 这个大的就是曹操的头盖骨 有人问那小的呢 大约小的是曹操小时候的头盖骨 还有旁边的城管 看考古学家 城管人员也在看掘墓嘛 要看考古不是不是掘墓 就是考古 看考古学家争的面红耳赤 不懈的说 弄不清什么年代 让我来 城管走进墓穴 不一会儿出来就说 这个头盖骨是曹操的 考古学家非常震惊 你怎么知道 城管说很简单 他招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情况 学术界这种混乱 它正好显示的就是 它是没有系统 就你刚才说 它里面是不是有好东西 可能有 但你不知道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啊 你比如说我很难 那么成百上万的论文 每天都读过 然后知道它是不是好 你也没这个基础 没这个训练 你信的是什么 信的就是名牌 信的是牌子 你在哪教书 这个期刊是不是核心期刊 你信的是这些东西 这个制度 但要是这个牌子 都垮了嘛 现在连这个都垮了 现在这个普遍的上市信心 是有小事情积累的 我最近举个例子 深圳不是老来 迎客松吗 迎客松 其实它那个作用 其实在我看来 真的是不太好 它使得有点 把老百姓当作小孩 总觉得你大人说话 背着他 你家里有时候 你会看到 你大人老是在后面 就是避着小人说话 小孩说话的话 小孩有时候 对你大人说的话 他不相信 最近的一个不相信情况 就是那个小孩被绑架 本来是很小的事情 就是两三桩事情 你到深圳 对不对 他那个绑架了以后 然后第二天就失票 等等等等 然后公安局呢 他当时也不是说 他没道理 他说这个绑架 这个事情不能马上公布 什么 结果 对啊 传了整个深圳的学生 家长辞职送小孩读书 没错 情保镖 然后传到说 有几百件 你知道这事情 背后是什么 背后就是不相信 怎么会不相信 就是你平常不让他相信吗 他们就觉得 就是我们跟香港的人 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香港的人 能知道的 我们不能知道 难道我们的智力 我们的政治觉悟 我们的文化水平 比香港的居民 要低一大截吗 你要用个东西 挡住我们吗 这就是所以老百姓心里 积累了这么一种感情 确实不能什么都 让他们知道 我是做传媒的 我当然知道很多话 我不能说的呀 那当然了 说了这谁知道会引起什么事情啊 有些时候经常有人教育我呀 说你要忧国忧民呢 对吧 你以为什么事 哪怕是真话就能说吗 说了也许会引起反面的负面的这个效果 可是实际证明你不说引起的负面的效果更大 不过是这样的 这牵涉到对政府角色的理解 因为有的政府呢 就是觉得自己要做保姆行政 就是父母行政 对 就是他必须要教化好侄女 但是自古以来呢 要做这样的政府有个前提 就你必须是个圣王 所以如果你自己很烂 你必须要教育 我平均了 你必须要教育 你必须要教育